大家好,我是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林立中 这张画在我们中国的美术史上 尤其在山水画史上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 艺术家把自然界的山川 四座具有生命力的人体一样 体现了以郭熙为代表的北宋山水的高度 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介绍一件国宝 北宋郭熙的幽谷图 这幅画是一幅山水画 它描绘了中国古代西北方的山川地貌 我们知道早期的山水画非常不成熟 尤其唐代的山水 人大于山,水不容法 那么五代两宋以后 艺术家真正地对自然进行观察 甚至深入山山水水当中 技法上也得以成熟 所以我们从郭熙的这张画上可以看出 中国的艺术家在再现自然界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是非常成熟 这幅画的构图是十分巧妙的 它总体的视野是高远 也就是观察站在山下往山上看 给人一种巍峨高峻的意境 那么画家的视角在这张画当中 他选择了一个幽深的峡谷 里边山泉蜿蜒流水冲冲 白雪矮矮 凝造了非常深邃的万籁俱静的意境 这个意境和这个构图也是互相辉映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构图 从静静的我们可以看到泉水冲冲 到山腰当中的瀑布 甚至到远处山卵的山泉 它是层层地净 有藏有露 这就是郭希总结的 水不能够一览无语 而是要时段时序 才会表现山市的一种深邃 五代梁颂以前 唐代的山水基本上是勾勒山水 就是用线条勾勒山市的结构 然后用青绿或者各种种彩平土 所以它的空间感 真实感是欠缺的 那么到了五代以后 尤其金号 它提出了笔和墨两个字 那么从此 中国山水画进入一个成熟期 这张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山石的婉转 它的墨色的层次变化 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鲜明地感受到 这种空气感和空间感 像郭希的早春图 你同样会感觉到 这种墨峰五色 层层积染 形成了不同远近的空间 这个是郭希的一个特点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幽谷当中的几棵枯树 它继承了里城的这种蝎爪树 就像那个蝎的爪子一样的 这个适合表现北方这种枯枝老树 那么它的这个画山石的这种村法 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卷云村 就像卷起来的云朵一样的笔法 表现了北方山石的那种 碰碰碰的那种质感 让人感觉到在真山真水当中 可以说这张画体现了 以郭希为代表的北宋山水的高度 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同时它也写下了中国绘画史上 让画家或者研究者必读的书 叫林泉高志 这本书史无前列的 对山水画的功能 还有如何画山水画 从宏观到微观 它都有全面的论述 另外一个 它提出了很多著名的一些理论 这些理论直至今天 对我们还是有启发 比如它认为山川是极宇宙之精华 富有灵气的 大自然它是变幻无穷 就像个宇宙一样 它几乎没有重复的 这一点很类似达芬奇 对自然界的一种描述 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宏观宇宙 是一个大宇宙 它具有生命的 石制的山 这个石头就像一个人的骨骼 水是人体的血脉 那么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郭希把山比喻成人 威额壮观的石制山 就如同人体的骨骼 而山泉就像人的血液一样 带来了一种流畅 通透火力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远景处 它有层层叠叠的 纸背的描绘 那么就像人体的毛发一样 表现出有血有肉的 生机勃勃的一种景象 所以这张画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郭希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艺术家 他之所以能够触及人的灵魂 让人会感动 会敬畏 其实就是他从来没有脱离过 对自然 对宇宙的真实的感受 像郭希的《早春图》 艺术家他感受到了 万物刚刚萌芽时候的那种生命力 他感受到了 然后把这种感觉通过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对于当代艺术来说 同样的 你不能够 就是说 事业只在自己的宿斋里边 对自然界 对宇宙的思考 这种永恒的话题不能远离 所以这段画也昭示了我们中国三水画 一个永恒的主题 就是人和自然 就是和谐相处 而不是去征服 就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法 这一点我觉得对当今的 当下的艺术家 也是可以吸取传承和创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